hello 院署有两个高妹姐姐 踩高桥的高妹姐 很多人都帮她们拍照 Hi Hi 看几多人跟我打招呼 跳得几开心 你看 有很多人还带宠物来 还有BB 还有狗狗 这里就是我幼学团的power point 经常提到的 就是叫喉城酒吧街 喉城酒吧街就是这条 是不是很长 很多间酒吧 Hi 各位网友大家好 阿蛋叔今天来到这个 大家看看我身后的 这个叫做 Vista Festival 就是一年一次 在喉城最出名的酒吧街 叫做Pincess Evalu 有很多小鸚仔 有很多小型的机动游戏 有很多摊档 今天我就会在这里走一圈 大家可以在这条影片 看到很多特色 所以每一个城市都会有类似 一些游戏 大家可以尽管看看 其实这条是一条酒吧街 Pincess Evalu 是连接着 Liland Evalu 一年有很多间 无数的酒吧 那些人都喜欢 站在酒吧外面喝东西 就算平时没有这个 Vista Festival 其实这条街都很旺 你看多热闹 所以很多同学 每一届游学团的同学 来到 在自由活动的时间 都可以来到这里玩 你看看 这个是不是 哇 很开心 是不是有点像 南桂坊 可能是 森巴加年华 其实同样地 这里的 Halloween 其实这里 都是很受欢迎 很旺 是不是很热闹 对吧 现在已经接近 是六点钟的时间 是不是很旺呢 还有人在这儿唱歌 所以这条街 其实都很漂亮 很舒服 你看这些酒吧都很漂亮 哎 看几多人跟我带招呼 如果 来过这里的人 都会喜欢这里的 因为这里的人很亲切的 他不会说摆架子 也不会说 对你很有恶意 个个都很善意 很lice 所以慢慢你就会惯了这里 大家看一下 经常都排长龙的 这里可能是 就是档口细细 但是呢 很多人都排了长龙的 这里 在这里 哇 多热闹 如果大家都身处在这里的话 一定感受到那种气氛 哇 你看这些小鸟仔 每个都坐在这里 嗨 今天的时间呢 就是 下午三点钟 至到夜晚九点半 那现在进行到一半咯 因为现在到六点钟 我又可以呢 看起来的 看起来的舞台上 看起来的 看起来的舞台上 好像一队 band 其实在我们的Tunity Market 都有一个 叫Music New Life 每星期四晚都有 跳得几开心 你看 大家都很开心 这里呢 就是我那个 游学团的PowerPoint那里呢 经常提到的 就是叫做 喉城酒吧街 喉城酒吧街 就是 这条了 是不是很长 很多间酒吧呢 其实前面 你看下 还有呢 自拉图的 很多年轻人都喜欢 和一家大小的年轻人 都喜欢在这里吃雪糕的 你看这些酒吧几美的 好热闹 好热闹 是不是很旺呢 是不是在其他城市呢 未必每一个城市 都有一条这样的街呢 哇 好热闹 好虚核 哇 真的 你看这些小妹妹 几开心 哇 近乎每一间都这么旺 整条街 每一间酒吧都这么旺 前面好像 又有一间 又是很旺的 我们看一下 究竟是什么酒吧 这么旺呢 原来是这间 好热闹 逼得太交关了 走不上去 好热闹 这儿还有一间 这间呢 这一间呢 以前呢 是一间 珍珠奶茶店来的 叫做饼庭 接着后来 好像转给了另外一个老板 好像做咖啡 的 所以大人小孩都这么开心, 是不是大家都忍不住上来这里自己感受一下的气氛和光顺一下呢? 又黄又热闹 其实去年的七月都来过一次的了 当然啦,如果不是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平时每个月都会来很多次的 只不过在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这次是第二年来的 真的像南桂坊 真的像南桂坊 远柱有两个高梅姐姐踩高桥的高梅姐姐,是不是很漂亮呢? 好多人都帮他们拍照 有很多人还带宠物来,还有BB,还有狗狗啦 一辣十几间酒吧 还有很漂亮,很舒服的餐厅 很有特色的 刚刚才Vista Festival是Pincess Avenue 连接着这条叫做Liu Lang Avenue 前面就会看到了,它是1882年开始有这条街的 这条街也是另外一条酒吧街 但是酒吧的数目就会稀疏一些 没有刚才那些是一口气连接着十几间 这边除了有酒吧也会有餐厅 也有不少的餐厅 那这些餐厅的格调都挺舒服的 一般来说都会喜欢在这里消费 这里的消费不贵的,都便宜的 平均每人十几磅 那十几磅的消费 其实在英国来说就算是很经济实惠的 这条街都挺长的,走到尽头 就是OASRA的Church 那这个也是一间餐厅来的 这边是餐厅多些的 但是这边的餐厅就一样会有酒喝 是不是这边都很多呢?非常之多 如果在火车站坐104或105的巴士 这边可以不用走路了 这边是一架带你观光的巴士 一直走一直走 贯穿了Pincess Everlil和Newland Everlil 你看到这条街 好似乎客人不多 因为客人全部都去到刚才的Festival 如果不是刚才的Festival 其实这条街都很旺 过来这边走一下是很舒服 很有享受的感觉 还有今天下雨 今天下午下雨是狂风暴雨 很少的 我们这边很少会下狂风暴雨 今天算是很例外 那走前一点 就有很多外卖 take away 炸鸡店 咖啡店 咖啡店 还有都看到有很多店铺 已经收了店铺 很多店铺收得很早 有些店铺收5、6点 这边的人相对没那么努力 收很早 星期日更夸张 星期日基本上所有超市市 全部收4点 对面又有一家Gerato 吃意大利雪糕 这边有披萨 Hello